据观察者网报道称 近日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项目开工仪式在海南省文昌市举行 据介绍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有新成立的海南国际商业航天发射有限公司头件 值得注意的是这家公司由海南省政府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卫星网络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出资成立 其中航天科技和航天科工大家都耳熟能详 他们是中国航天国家队的绝对主力 而中国新网可能很多人还比较陌生 其实它成立才一年多一点 却有一个宏伟的目标 发射1.3万颗低轨道通信卫星 建设中国自己的巨型太空互联网星座 一家计划发射巨型星座的卫星公司 两家国家队火箭公司 他们和地方政府一起建设新发射场 而且这个发射场的限定词是商业 这里的答案已经呼之欲出 那就是文昌新发射场的近期目的 就是支持中国新网的巨型星座建设 这是个令人兴奋的消息 自马斯克的星链计划问世 国人一直在关心中国的星链什么时候能诞生 近几年航天科技航天科工 以及国内一些民营航天初创公司 公布过五花八门的低轨星座计划 比较靠谱的有航天科技的红艳 航天科工的行云和红云 迎合航天星座等 但到目前为止 即使是几家头部公司 也大多停留在验证性阶段 只有极少数已经开始小规模建设 和星链可比的大规模星座建设 仍然遥遥无期 那么自家成立一年多的 中国新网公司靠谱 它的注册资金有100亿人民币 唯一股东是国务院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很清楚它非一般国企 而是重量级国家队 它要建设的巨型星座是国家级计划 我们甚至可以感觉到 它背后的国家意志 中国政府直接投资建设巨型星座 将会创造出一个前所未有的 规模化卫星制造和航天发射市场 它将极大推动 可复用火线技术的成熟和发射成本的降低 持得各种创新的航天应用走入良性循环 最终为社会带来革命性的进步 推动马斯克航天事业的也是同样的逻辑 只不过私企代替了政府的角色 说得更远一点 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的建设 或将正式开启中国和马斯克星链系统的竞争 正像马斯克说 特斯拉的真正竞争对手将最可能出现在中国一样 星链或SpaceX最主要的 甚至可能是唯一的竞争对手 大概也会是中国 随着商业航天大潮的来临 NASA的光环已经退去 SLS火箭不断出现的问题也许是一种暗示 NASA的登月和火星计划 恐怕会离我们越来越远 未来世界商业航天的舞台上 除了马斯克 可能就是中国 接下去的两个月 可能是中国民营航天的高光时刻 中科宇航 星河动力 蓝箭航天将接连进行卫星发射 将要实现的突破 会和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的开工相应成回